以我的个性来说 比我的车 我就跟你拼了这样子 张信哲没耐性驾驶 育闭车以牙还牙 说实在的我开车技术也还不错 50岁的阿哲张信哲 最近啊花了159万元 买了一辆不思七人做休旅车 平常除了拿来跑通告外 假日用来在父母和家人除外游玩 有一点其实我本来一直不喜欢 就是电动门这件事情 这个其实也是为了父母选的一个配备 我自己会觉得电动门很麻烦这样 后来发现其实老人家用电动门 其实比较安全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其实我车子还蛮干净的 那这个你有没有什么禁忌 车上呢除了抽烟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以外 其他的都还好 吃东西也OK啦 只是说吃完的话就真的要好好的整理这样子 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把休旅车变成货车 那大家也都知道我蛮喜欢收集一些乱七八糟东西 所以呢当我要去捡东西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椅子全部拆掉 它整个放下来还可以当那个露营车 可以在车子里面睡觉 是不是看到一次明星买车会不会 并没有 现在买车都好硬 阿哲哥外表看来斯文斯文的胆塔自招 我是一个没耐心的驾驶 因为我是抹羊座的 以我的个性来说 逼我的车 我就跟你拼了这样子 甚至有时候把大车逼到 他们不得不停下来这样子 这个行为不太好了 现在年纪大了 这个一切讲求安全平和就好了 娱乐动新闻 原来阿哲哥也是飙在来者内 报导